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药才煮成的神奇药水 却真的让民众病情好转 纷纷写感谢状感念他的善心 蔡姓男子甚至硬传单 鼓励艾滋病患有老祖宗的中药秘方就有救了 看病喝药一律免费 是当地民众心中的活菩萨 先犯说抓草药治病是老天爷给他的指示 但被逮消息传回越南详情不敢置信 只说希望神医台湾服刑之后 还能回越南继续帮他们看病 有着明亮落地窗的平房里 四名患者躺在诊疗台或坐在椅子上 进行针灸拔罐灌等 但警方在木箱里搜出针灸针据 药膏贴布 若只是物理治疗师 他却在名片上印着致失眠 躁郁症 代谢排毒骨刺等字眼 并替病患侵入性治疗 环顾诊疗空间居然还有一台 美法院专用的烫靶机出现在这里 蔡姓男子声称是在帮助 头部血液循环 男子涉嫌帮病患进行针灸拔罐灌等 虽说不收费 但还是收随喜捐款的红包 每一次1000到2000元不等 遭卫生局依涉嫌违反医师法 移送地检署侦办 患者肛盟处已经跑出一大块肿瘤 看看肿瘤直径长达20公分 还不时传出症症恶臭 一名犯性患者 2009年被诊断出离患直肠癌二期 包括核性 北荣和领口肠根 都建议病患要手术 却跟着开业名医徐达夫 展开自然疗法 节目中徐达夫大谈 气手术靠练气功找回瓶颈 让患者以为学气功和喝电解水 就可以治疗癌症 但花了100万买电解水 这名患者却还是癌症复发转移 在2013年病逝 曾治疗过这名患者的 北荣放射肿瘤科医师吴元宏 更发往抨击 即使如此 却达夫未在台中的诊所 照样看诊 但不出 当你生命痛苦的时候 你忍不住要祈求老天爷 赐给你一双神之手 轻轻地俯过 你的病痛就这样医好了 到底台湾有没有神之手 光是看这种排队名医的震战 您就相信说 哇 这只手应该是不简单的医疗胜手 好 我们要讨论这一阶段先介绍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资深的医疗记者洪素卿 大家好 再来介绍的是流氓牧师宾哥 惠美好 大家好 你问说宾哥来这要做什么呢 黑道也有神之手 等一下给你介绍一下 来 瑞德大哥我们先来看看 台湾人确实是有名医迷思的 你要看到这些名医不简单 对 没错 那么很简单 你身体有病痛对吧 包括感冒 包括什么 酸酸痛痛 结果你去看一个医生 去刮河 他盖子 让你吃整个包都没效 这间没效 那间没效 结果人家说有个名医有效 马上去 你不要以为没效 刮眉也要去 我有痛风 那么当社会记者 林米露 都在跟他拼堂拜 我本节目讲过 最多喝过14杯的500cc的啤酒 结果就是痛风 痛风发作的时候 连风吹到都会痛 所以叫痛风 真的啊 我有一次被疑 风风发作的时候 不顶不顶 风吹来 哎呦 我没说痛风啊 连风吹到都会痛 你零待遇啊你 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碰 什么东西都这样 而且一定要当时你死才会解脱 你知道吗 结果我们台湾有一个痛风的名医 他一铁6000块 哎呦 号称吃了以后百无禁忌 台北市的警察很多都靠他救的 你知道吗 他死的时候大家都哭了 你知道吗 后来是因为他太太还继续卖他的药 所以大家才放心 他死的那一天很多警察在哭啊 真的啊 完蛋了 我的痛风怎么办啊 迈你秘乳的哼啊妈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所以名医 大家都迷信名医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有时候很多名医 他自己本身呢 当然他医书非常的高明 可是你很难挂得到他 那么号称全台湾最难挂的名医啊 吕少瑞先生啊 吕少瑞医师呢 他最擅长的是关节的手术啊 那么 当然他热门 热门到什么程度呢 看诊等半年 手术等两年 不会吧 因为太多人要排了 我膝盖都没看完 他最主要是退化了关节炎 严重到我们要换那个人工关节嘛 那他号称就是 你只要用关节进手术 清除那个发炎组织 所以好多好多的那个患者 所以不用换 不用换 发炎的清晰 因为我们会觉得一换以后 好像这支咖就怪怪了 你知道吗 对 那因为年纪大了以后 那个关节的磨损 尤其像我们常常在配痠的 那磨损更严重 上山还不感觉 下山你就磨损很严重 除此之外呢 杨周美医师 这个也是赫赫有名 射膜玻璃的这个专家 那么他病患半夜就来排队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事实上呢 他自己本身啊 因为他现场开放的名额很少 还有人带牌的 带牌协助挂号 号称说一个给三千这样子 我帮你排队三千块这样子 跟各位解释一下 视网膜玻璃为什么一定要找名医啊 那事实上呢 我个人也推荐一个名医啊 叫马街医院的视网膜权威 詹维军医师 为什么呢 因为他救了我 让我眼睛没有失明 我的左眼视网膜玻璃道 真的 整个掉下来 我只能看 我猜点瞎了 我猜点瞎了 还大出血 然后呢 还破洞声音的 各位你们想得到了 想不到我全部心意到 就是这位名医把我救起来 而且还是个人医 但是一样很难挂 因为是名医 又是人医 一定很难挂 那么另外张天君医师 他是内分泌跟甲状腺 一个诊三百多个人挂号 然后看诊从白天到黑夜 这个等于说不停歇 其实这些医生很可怜 其实我觉得医生真的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他们看诊那一天 真是磨眉磨眉 他们有时候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你知道吗 因为为了你啊 还有墨西哥病人跨海来 你知道吗 还送了一个帽子来给他 所以你就知道 名医之所以成为名医 医术高明 有时候他的医德 跟他的医术 一样的高明 好 这些都是要挂号 来帮你看诊 今天素心要告诉我们一个 不用挂号 一看你的名声就知道 说要好好地检查 对 这个医生呢 他的神奇事迹 还真的还蛮多的 而且很多都是他在路边捡到的病人 像其中有一个 所以他算蛮热心公益的 对 他就蛮夹薄这样子 他有一个病人呢 是他在他们医院的诊间捡到的 有一天呢 他就走走走 你知道他们医生 从他的一路走进去 他到的诊间 可能有一段路嘛 对 他就边走边走边走 就在那边看边看边看 突然发现呢 他那个后诊区有一个阿婆 阿婆旁边呢 有一个好像是他的孙子跟着 他这样走过去 就忍不住又走回来 就跟阿婆说 你今天是带你孙子来看病吗 他说没有 我来看病 我的孙子陪我来看病 没有 你孙子爱看病 阿婆听了多难过啊 他明明就陪我来看病 你只是这样走过去 又走过来 就说你们孙子爱看病 后来没有错 他因为他孙子的长相 他就发现了病 他很多的情况下非常厉害 是因为他另外一个病患 是他在喜宴上面捡来的 什么时候呢 有一次呢 他去参加他朋友的喜宴 他朋友就带媳婦啦 带媳婦一天呢 他去了那边 他就坐在比较前面的桌子啊 然后他的好朋友呢 带着他的太太 那个女生带媳婦 还有她的大媳婦 这样一起来敬酒说 我来说这个张医师啦 张医师我好朋友 你要识识一下 后来张医师这个好朋友识识一下 看一看一看 还看到人生妇的面 看 哪看哪看哪看 对 然后说 然后他跟他说 你的手可以伸出来借我看一下吗 摸新娘子的手 对 这样不是很好吧 就是连手都要人家摸 这样不太好 然后就握了手之后就跟他说 请问你 你可不可以找个时间 到我那边看个诊 这样说这个医生是不是 拉神医是这样拉的吗 想说你是生理想不到 怎么这样说 让人家好大好日子 叫人家找时间去看诊 结果他说 然后记得看诊来的时候 带一张你以前的照片 又看脸 before after 又摸手 然后就要看以前的照片 是想说看 我想说新娘以前有诊过吗 就说 因为是公公的好朋友 当然就这样都说了 就去 就带一张以前的照片去 去了之后坐下来 看了以前的照片就说 你先去排个脑部的影像检查 那很紧张 对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 后来去做了脑部影像检查 后来没多久 就说 果然跟我猜的没错 你的脑部的脑下垂体 长了一个肿瘤 他说你为什么 就是进走看个脸 然后握个手 你就知道我 他说 因为你们家人可能常常跟你相处 看不出来你的容貌 渐渐在改变 他说你自己看看 你跟你以前的照片 长得其实不大一样 他说你脑部下面这颗肿瘤 它会继续让你分泌生长激素 而生长激素 人家小朋友分泌的时候会长高 大人你生长版都密合了 你没办法长高怎么办 所以他会发现说 你看你的下巴会渐渐突变比较方 然后你的鼻翼渐渐厚 你会发现你的颗头 不是说变有前向就对了 不要高兴 对 变得有前向 然后你的颗头渐渐往前出来 他说你以为说 这个是老的的变化 不是 这是因为你这个脑瘤 造成你的面向改变 好专业 那你会发现你的手比较厚 一般女生的手没这么厚 他说对 以前没这么厚 他说对 这就是这颗脑瘤 那持续留在那边 它可能造成压迫 甚至更其他更严重 难以回复的病变 甚至有些这个 会造成一些血管的病变什么都有 然后你现在把它割掉 后来持续观察 也就没事 你知道这个医生 救人一命 但你知道这个医生他谁吗 谁 其实他在这个案件之内 很多人其实知道他 可是不知道他其实在这一刻很厉害 就是你记不记得1996年 有一个很著名的刘邦友的命案 刘邦友命案有一个幸存者 是叫邓文昌 邓文昌当时不是左脑就卡一 就是那他中弹 中弹就卡在脑里面 那送去他们那边 就是他帮他医的 因为你知道他那个送桌 重大案件就是要请出领域的 对 他那个时候你知道 他那个脑壳上的那个漏洞 有56平方公分 你想大概就7公分乘8公分 那么大一个破洞 然后整个子弹是卡在脑里面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 清出来补上去 后来其实他恢复意识 而且大家觉得 其实虽然有些功能缺损 但是事实上恢复的还不错 所以真的是 不能说他恢复的很好 免得让他有危险 所以他后来 故事记忆还是忘记的 大家也不知道 到底恢复到哪里 后来有些推断 就不知道到底什么 因为医生会觉得 恢复的还不错 可能没有完全回来 可是你知道 即使这样的情况下 用脸看手 他就能看出你有疾病 这就是神医 这就是专业 对不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台湾人有蛮多毛病的 就是我们从小学的时候 书包就背得很重 这个总是没有办法抬头挺胸 总是脊椎感觉歪歪的 是 脊椎浪滚 人之精神之所在 有没有名医 跟各位讲 你知道 陈欣有一位八十岁的赵奶奶 这八十岁的赵奶奶 她驼背二十年 她身高有一百六十公分 那因为驼背 所以就除拐杖 变成只有一百五十公分 二十年都站不起来 但你知道赵奶奶有一天 发生了一件神迹 圣诞节的前夕 大家发现赵奶奶消失了 元旦 就是隔了几天 出现了 没有拐杖 剑步如飞 怎么可能 而且身高也变高了 一百六十公分 恢复一百六十公分 赵奶奶是不是基督显灵啊 她说不是基督显灵 是她出现了 这位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神医 The Miracle Doctor 张国华医师 当然我们要先讲 很不幸的 她在去年的时候 因为罹患脑瘤 去世了 蛮年轻就走了 可是这个神医的故事 一定要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这并不是什么 我们讲的怪力乱神 她是真正标标准准 国防医学院毕业的医生 后来在国军的台中总医院服务 那时候呢 国军台中总医院 她只是一个区域医院 可是每次她看诊的时候呢 就两三百个人排队 她一天就要帮这些病人 S光啊 核磁共振的 忙得不可开交 她的体力也蛮神的 你知道惠敏为什么她体力这么神吗 我们先不说她的脊椎手术有多神 体力就很神 她说因为啊 我从小啊 就被父亲训练到 她说她小时候 每天起来就要蹲马步 然后呢 可能还要像我们以前看那个 武侠变成龙有没有 名师要怎么去训练高途 要挑水什么 她说她都做过 那后来她当医生之后 扎屎的功夫 扎屎嘛 对 她还要蹲马步 她这样一下子 一天开个十台刀 应该都没有问题 我告诉你 她这身开了一万六千 我们有个错号 叫一万六千刀 等一下来说 这一万六千刀是什么一样 先讲她体力如何惊人 你有没有见过有人啊 自幼家教严谨 清晨五点起床 哇 真的好像我们在看着什么 这个训检日康 还是什么朱检训等等 跑了五千公尺 每天服务近两百名病患 那我刚刚讲到 The Miracle Doctor 这不是我们节目帮她取的 这是一个国际 非常有名的医学期刊 脊椎期刊 直接国外就给她认证了 是 那为什么她要训练自己的体力 因为她说病人的生命 千细的是一个家族 真的是人依人心 真的 精神真的是很赶佩 体力不够该怎么办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 她神之手了 真的是就像我们所说的 这个怪异黑杰克一样 来看一下 她独创了脊椎 十二项的手术方法 那也在我们刚才讲的 国际的脊椎医学期刊 就直接报导了 连Discovery都来报导她 而且为了报导张国华 各位来猜一下Discovery 花多久的时间来报导她呢 一个月 两个月 一年 花一年 近距离拍摄 不会吧 太厉害了 计较台湾计较 好 现在知道了 我们就来讲 除了赵奶奶的故事之外 右边还有一个 牧师张先生 张大卫牧师 张大卫牧师呢 他自年轻的时候 就刚刚我们惠民所说的 可能有人的脊椎会测弯嘛 他很不幸是S脊椎测弯 三十年 是 他说他那个时候 什么事都不能做 甚至到后来 腰非常的痛 痛到呢 他有一天 他觉得我不能再忍了 我已经忍了三十年 我不能再忍了 他就去看医生 你根本第一年就不能忍 是 就应该要处理了 我们说及早处理嘛 对嘛 可以复健 好 那没关系 忍了三十年 看样子已经是 不太可能有希望了 这时候他找到了 张国华医师 结果张国华医师 大家看一下 我们会用神之手来形容他 靠手感 花十分钟 病人锻炼 颈椎都可以接回 你说 惠民不好意思 你说这样子 这样摸摸摸摸摸 十分钟 不要一下 你的脖子本来是 锻炼的 我可以接回 然后他还不靠S光肌 判断位置 这个牧师心里想 真的还假的 不靠S光肌 这是张牧师的S光片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光片 灌顶法 这真的还恐怖的 因为我本身并不是专家 我就不去 多说什么灌顶法 这个也只有他独创的 张国华医师 才会自己知道 看一下他数前的S锡 脊椎侧外的S光片 真的很厉害 恐怖 你看他连骨盆都歪成这样 他一定很痛苦 不明就里的人看了 还不晓得这是颈椎 以为这是大肠吗 还是什么的 怎么会这样子呢 结果看一下手术 这真的神 那手术会变成 哇拉直了 你看这个角度 都是有图有真相的证明 从七十九度变十一度 十五度 这边六十五度变十四度 厉害 整天 慧民 这整天 整天 这应该 不 要不太久的 八 那是多歪变子的 所以可能半年 还是一年 还是怎样 没有 三天 三天 三天就好了 好啦 这个是四天 拐杖就丢了 就剑步如飞了 那这个呢 这个虽然呢 他就可以站起来 回教会工作 但是他倒不至于敢 就立刻去剑步如飞 要时间 要复剑 他等了一年之后 他直接跳过 剑步如飞的阶段 他直接去参加 铁人竞赛 我好溜溜一个人 都不敢去参加 铁人竞赛 我不想要剑步如飞而已 我要当铁人 他直接去 我们讲 他这次的铁人竞赛 他一共去走了 跑了十公里 游一千五百公尺 骑单车四十公里 你能想象 他之前S型 几十元车完三十年吗 所以说 这些人都非常赶佩 张国华医师 讲到这边 我也决定把我的神医 给口袋里面 放出来了 这是 天心中医诊所 台北武昌街的院长 陈南州院长 他曾经医治过 什么样的病患呢 一般你从山上 这样叠下来 医生通常都说什么 吸就是要开桌 因为你已经断裂了 而且医生判定 你是下半身不睡 这怎么办 他们那种中医 传统中医真的很厉害 他就扛去 那这个医生 他不会随便给你治疗 他会先看你的X光 看你的骨头 裂的位置可不可以治疗 对 决定可以治疗之后 他们要好几个人 对他五花大绑 然后再用木棍 木棍不知道怎样 反正力量很大 就硬生生一次 两次三次 五次这样给他瞧回来 那个人本来是要考中医的 他们诊所的同事 因为相信医生的功力 所以就是决定给他治疗 拿一根棍 大木棍在那边横着 然后大家你把你挖头前 挖后边 你把你的骨头挖回来 很痛 非常痛 一年之后他走回来了 没有开刀 没有半身不睡 就这样走回来了 很多的医生 我们脚决定都不敢动 越决定 越决定的那个脚越不敢动 然后就会萎缩 反正你来进去 他就说你站起来 没有啦 我脚决定不能站起来 对啊 他就把你整个脖子来说 没有你好好用力 站起来 好 会站起来 你走路 我没法走 没有你慢慢走 因为人有治愈能力嘛 他就从这个治愈能力 然后知道你是怎么个病痛法 然后应该怎么治疗 不是都一定要开刀 特别是骨科 再来啦 兄弟界的 漫哥说青森医院啦 说一百遍啦 有百件吗 我跟你说台湾 大家都知道青森医院 但是我们没有 很多人不知道 只有兄弟知道这些人不贏而已 这个印象叫姓蔡 我不要把他讲全名啦 整台南 高雄 屏東 所有兄弟 去台中的就对了 绝对送到这里 在五家 高雄五家 你知道 这个蔡院长 厉害到什么样的厉害 我们上青森 你如果当时报夷状伤 他是不是跟你说 我叫这个医生来给你看 来给你开刀 对不对 你如果是神经的问题 我叫神经二户 你如果当时大 他就叫我当时一户 但是这个蔡院长都不用 他全户的 全南 他好像来户不能看 你要留的就对了 要留的就对了 要留的就对了 幅三户 幅三户 幅三户也有线他们开刀吧 对不对 我记得我在高雄去甭isz 的时候 我们妹妹就返回那三個五家 这并未来女士休息 这都女士休息的 他要睡 没有 他如果睡 你弄起来他也会来 但是有一些规定 你如果让人稿的时候 让你一点时间去装返 五萬塊的補金金 你知道以前五萬多大嗎 因為我以前打開的時候 左手 你就知道我們手有三大神經 正宗神經 勞神經 齒神經 我三個都回去 三條都回去 連肌腱也回去 你血流很多喔 對 血流很多 這場血拼應該蠻狠的喔 以前 血血中心不普遍 人家有一個部隊叫血牛部隊 哎呦 是什麼呢 陰性陽性 對 包括什麼 極少數 那是陰性的 他也有 所以那個血牛部隊建黨建的好小好小 還寬來的時候 五百CC兩千 你買嗎 五百CC兩千 以前兩千 你也是要給他 以前用買的啦 以前確實是用買的 對啊 還寬來 他現在手上的時候 我跟你說 你如果知道 拆拼的時候 警察都會來嘛 他絕對先沒抓到鄉書 他絕對是看誰去睡 先找這個看誰幫你帶 對不對 抱歉 放到他那裡 其中來 警察不能進去 我保護我的病患 對… 而且他去 他也不會問你叫什麼名字 你身份證體來我看 他不用 先給你移好 對 先給你移好 沒有 移好 移一半 錢有嗎 有好 就繼續移 所以我都… 你如果看我神經回去要叫 整形外科來縫基建嘛 神經外科來提神經 都不用 一個人很厲害 一個人 而且我說 七十幾年 那時候 行為手症 行為手術 行為手術 有幾經病有 比如醫學中心 我不敢說 除了 那些小綜合醫院 有家耶 人家就有 行為手術 這厲害啊 這厲害啊 對啊 各位 你要看 選擇部隊 摳來 書學馬 書學後 他幫你安排去 他的北方 色味好像月子中心 比月子中心比較好 這樣很先進 這個犧牲真的很有個手法 對啊 而且他的北方沒有幾經 他的北方 我的經驗好像是 六經 六經而已 你如果要出營的時候 我告訴你 警察同樣在那裡 不可以進去 警察丟了 警察丟了 縮手牆 以前的警察說 怎麼有人在那裡 以前都沒有 他就在那裡等 等到 知道你當時要出營 警察就來這裡等 不好意思 你還沒人 兄弟就對了 要出營 走後面問 後面問 不是說 後面的問 是連棟到很多棟 他這棟是很便宜 隔廟這兩棟都他的 你就從那裡走 後面問 這樣算說他在兄弟間口碑很好 對 活著還讓你活著走出去 不會活著遇到警察 所以 你們五家那裡 有一個白髮的老大 角頭老大 就叫他凶狠 因為凶狠他 他沒有跟你信 結果這個老大 去凶狠他拿不錢 結果狗人家去獲獄 武功碑 我說的 我告訴你 這小chin一團出去 吖死了 全部黑道都義分填膩了 對 開始要通知這個老大 這個老大 到站住了 到乘車去 傳到新兵碼頭 新兵碼頭 唸標是獨磚頭 去執筋的獨磚頭 既然腳抬它 到腳抬它 等著海底 你知道嗎 海底把泡泡了半小時 還要繞起來之後 沒有 還要繞起來 還要繞起來 因為 鎖子白的彈下去 現在半小時 你就知道 腳砸斷的時候 那個海還減水你知道嗎 那是撞不掉 那很狠耶 還要繞起來 三個都你知道嗎 三個五個 這個硬球 你把他跪 把他跪 這個硬球 去金銘人五萬 他說你拿二十萬來 你要把他跪嘛 對嗎 你要把他跪嘛 我沒有給你嘛 你金銘人先拿二十萬來 我再給你依 這個老大 還要怎麼去撞 他撞二十萬來 真的 撞二十萬來 我這樣硬球 可能我感覺 他可能跪了腳那麼多 你知道嗎 他這樣踏起來的時候 明明 我說明明腳踏起來的時候 我們的拜是稍微拜而已 會拜嘛 他大拜就對了 對 他大好的時候 他變大拜 你知道嗎 所以自從這面開始 所有的兄弟 不管是各頭的公司 就對了 沒有人家又去跟蔡院長 散發到旁邊 好啦 我們的吳醫師也是一個名醫 癌症 看中醫應該 還是要先有西醫 把他的這個病症給切除吧 是不是應該還是這樣 對 那通常有的時候 我們有的時候你知道 把脈的時候會有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叫 有時候有心血來潮 摸到就覺得 這個有點狀況 譬如說 他比如說左邊 像我們曾經碰過的病人 就是常常五十肩 可是放血 因為有時候厲害 要給他放血 放血以後 他一個月兩個月 好多了 可是呢 怎麼常常都是在這一手 而且他會 神經痛會痛到 胸部這個地方來 甚至於脈拔起來 會有一點點 這種嫌細緊的脈 跟我們的腫瘤的脈 是不一樣的 然後就感覺怪怪的 我們有時候會 就是因為 青藩科醫學 就是我們說的這種 唯一這種理科的 就是可以照的 或者是怎麼樣檢查的 太多了 所以我們就要 驗證這個部分 然後把病人從這個 有狀況的時候趕快 從初級的時候 就要趕快檢查出來 所以有時候這些病人 我們讓他 所以你說有病人 跟你來看五十間 結果你賣一把 去發現他是什麼病 就發現他 我覺得他有一點 這邊經脈不通之外 感覺有一點乳癌 這個部分 然後他去檢查以後 經過了這個 但是我介紹去的醫生 也都很明醫 比如說像這個 我介紹去的是這個 國菜醫院 現在他已經到北醫了 副院長杜世欣 杜醫師 他就是乳房這個 他也是 他做了那個超音波以後 各方面覺得怪 可是超音波上面 看起來沒有很明顯的那個 所以他做了穿刺 穿刺這一次 兩次他還是覺得怪 後來跟病人講說 那我們把它拿出來好了 這樣穿刺 穿刺兩次都覺得正常 都正常喔 出來 然後真正做了檢驗 就是原胃癌 對這個部分 可是因為太早 所以其實西醫的醫學 它還很小 你根本照不出來 可是邁向靶 就是覺得不對勁 所以說這個病人 你看原位也很小 所以他拿掉以後就沒事了 根本也不用什麼 不用化療 對不對 但是右邊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覺得有點要追蹤 這個追蹤就好 也算說 有些東西不要怕 只要前面發現的 找 用對方法其實根本 連化療什麼都不用了 有時候我們真的是 翻山月嶺找名醫 口耳相傳 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厲害呢 嘉儀有一個名醫 現在宣傳 就是說 口耳相傳到多誇張 所以看你這邊要一百萬 怎麼可能啦 對沒錯 那個西遊記裡面 西天取經一樣 醫生管在哪裡 在阿里山 怎麼在阿里山呢 獨家會館 我是要創醫生在阿里山的獨家會館 我帶一百萬 其實那是傳說啦 原來是這一位的 這個等於說 他自己本身呢 是擁有整副師的相關的執照 就是推拿什麼 都有執照的就對了 然後呢 他去了以後 包括很多的 尤其是很多的名人 藝人 明星 因為生活習慣的關係 做習習慣的關係 所以呢 很多的這些相關的問題 都沒辦法解決 沒辦法解決 有人說 他到底是真的假的 為什麼要一百萬 其實那個一百萬 是因為 來自於包括中國 香港 還有這個很多 東南亞國家的有錢人 因為他沒辦法解決 他沒辦法解決 他沒辦法解決 所以呢 他說 旁邊幾百萬來 只要你把我的病治好 然後呢 我就住在你的會館 順便打打小白球 然後順便 你就把我的病治好 就好了 他說 其實沒辦法解決 沒有啦 因為這個一百萬的 幾百萬的傳說 海衛生所都跑到這邊來 你知道嗎 在亂查他 因為名氣已大 對不對 那麻煩就來了 他說沒有啦 他現在已經退休了 但他為什麼那麼厲害 其實不要小看那個退囊 我有一次 翻腳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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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那個痛到沒辦法走路 你的整個腳 那個腳踏這樣 整個腳踏翻過 看他沒辦法拍什麼 肌肉鬆磁雞 幫你動消炎 那沒辦法痛到沒辦法 結果也是到一個 整集師那個地方去了以後 幫你笑話給你 這樣攏一下 又再勾下去 走路出來了 五分鐘不能走路 沒那麼神啦 不能走路也會痛 所以呢 這位李醫師他是因為 他從小跟著爸爸 爸爸本身就是做這個的 然後跟著他的師父看 看了以後 推拿整集有他一套 但是他悟出了一個 更實用的方法 所以他改良了自己 這種實用的方法了以後呢 他看你 他是把你整身手幫你摸摸的 摸摸了之後 他就知道你的骨頭骨骼 哪裡走進去 然後呢 緊接而來 再用他那一套把你整好 整好了以後呢 那麼一傳十十傳百 有人一樣跟我一樣 那個腳踝受傷的幹什麼 來吹一 OK啊 看了半天沒有用 來到這個地方就很有用 所以他現在其實已經退休 把這個相關的診所呢 交給他在台中 跟新北的兩個兒子 但是呢 他隱身在阿里山上 度假會館的這個名氣 就這樣打開出去了 好我們也不能迷信民醫 有時候醫生 這個案子太多了嘛 說禮拜 把你麻醉 開始開開開開開開開 開到發現說 開不到腳 開不到腳 那怎麼辦呢 真的有這種例子 還有就是說 如果說你有認識人的話 還是關照一下為什麼 因為那個民醫站在你前面 你麻醉之後病實習 他的住院醫師來開刀 這種例子非常多 那有時候開錯刀很難復原耶 這真的 不可逆的傷害 真的 有時候你還是千拜託萬拜託 好不容易去找到民醫 像他剛才講說那個是要手摸來摸去 摸來摸去才知道說 他已經骨頭了對不對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因為 這是我朋友 他的父親發生的事 他當時就是 有一段時間 他父親突然間都常常 嚴重的腰痠 腰痠背痛 然後通常真的沒辦法走路 然後一開始先去看了幾個診所 也都看不好 然後他那時候說 是不是要找一些什麼 著名的醫師 所以千打聽萬打聽之下 就打聽到有一個 非常有名的脊椎的醫生 然後就去 你知道去的時候 本來覺得 真的遇到救星了 因為他的民醫就 就是很氣派 然後就說 來 那你走一走路 他這樣走完路之後就說 好啦 看他走路的姿勢 他應該是哪一節頸椎 跟哪一節胸椎有問題 走路就知道 牽不出來 真的是兩節就有問題 好厲害 想說神醫嘛 對 真的很強 走路走來走去就知道了 心服口服 看他這次真的得救了嘛 好 所以後來說 要做什麼手術都完全遵照 比如說就是要做微創的 然後微創你就要有器材 然後又要幹嘛幹嘛幹嘛 反正整個手術下來 花了煌噹噹噹 就將近百萬 把那兩個東西搞定 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家經濟狀況不是問題 想說終於找到救星了 把它處理好 這樣爸爸人舒服 他們小孩也都覺得很好 然後後來就想說 既然爸爸經過這個折騰 後來他們那個年底就想說 不然幫爸爸安排一個手術 好像覺得他最近人就是 好像睡也睡不好 然後整個人精神不是很好 來一個健康檢查 一檢查不得了 他爸爸攝護腺腫癌 不是腫大是癌 然後因為已經末期 三期四期 然後轉移到骨頭 然後後來他就在想 那難道有沒有可能 因為你知道嗎 很多有些人的攝護腺癌的骨轉移 一開始發現的時候就是骨折或骨頭崩掉 但是那個明醫只看到他 那個骨頭崩掉就換了 並沒有去幫他做其他的想像 所以他深刻的覺得說 事實上那個時候突然間出現 那麼嚴重的骨頭的疼痛 骨頭的崩 他在他爸爸本來很健康的身上 有沒有可能當時其實就是已經 骨頭被腫瘤細胞吃掉 只是因為明醫很有自信就一看說 就這兩節就換掉就好了 沒有想到這個 因為我跟你講為什麼 他深刻懷疑是因為 之前才有一個先生 他是不小心他只是手啊 就是弄一個鐵門嘛 家裡鐵門 就是電動壞掉去推 推就斷掉了 斷掉就可以看醫生 那個醫生警覺性就非常高 他說你這個手怎麼斷掉 他說他就奇怪 就是今天那個鐵門壞掉 他去推他 他說你這推就斷掉 他說一般正常男性這個主要的骨頭 不可能這麼脆弱 那你這樣這麼輕微的傷害 就造成你那個絕對不是簡單的問題 他就幫他安排全身的那個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MRI什麼都檢查 對 一檢查發現他就是攝護腺癌骨轉移 把他主要的骨頭的這個骨頭吃掉了 所以他說那個就硬生折斷 所以你看就是那個醫生他會想到說 其實癌症到骨轉移是滿嚴重的 對然後他說這樣的情況之下就是他會 可是他攝護腺癌 所以攝護腺癌不容易早期發現是不是 因為我跟你講我另外一個案例好了 我另外一個案例他本身都是醫生 他醫生然後就是年紀大了 他就覺得每天晚上夜尿很多 然後尿尿尿不大出來 這是合理的 他就覺得憑尿夜尿 真的男生老了之後都會 然後他們老婆一直跟他說 你要去做個檢查 他就說忙 因為他是診所醫生開業醫 每天診很多都沒有時間 忙到沒時間 到後來他就覺得 一天到晚真的腰痠背痛到不得了 然後他那時候還覺得說 一定是因為看診的時間太長 年紀大了做著知識不對 他就覺得應該是這樣 然後每天還是忍 就是覺得痠痛 然後在那邊按摩復健幹嘛 後來是他老婆受不了 就叫他說你去給我檢查 你身為醫生這樣對嗎 一檢查 攝護腺癌骨轉移 也是四期 我採訪他的時候 他正在做新的療法 然後就是說 雖然他就出來提醒大家說 很多的男生都會覺得老了 有那些瓶尿夜尿什麼 尿不出來都是合理的 不是 就是有時候你還是得去了解 至少他是腫大還是癌 其實很簡單的檢查 抽個血做個指診就好了 好啦 賓哥 我們顧健康都不會發 你們脾道哪一樣 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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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我記得以前 我有一個政府四百幾萬 我就先叫狗鷹 說不然你就先帶兩個去 去跟他處理 看他要怎麼搶 對嗎 看他要怎麼搶 叫三個狗鷹去 先叫他打回來 叫他打回來 好 那個漢套看你覺得很好 他就說要去 叫你們大人來拿 我想說要去 叫我去拿 我想想的 因為那時候公司在寫問上 電影公司在寫問上 我記得我就說沒關係 我自己又帶人去 去跟他打回來 現在讓我找到人了 你知道嗎 讓我找到人了 你知道嗎 讓我找到人了 我怎麼把他設計 我怎麼叫妹妹 打電給他 說他在樓下等你 你知道嗎 他這麼來 不然他 平常是他都外來 都在那樓上 看見妹妹的聲音就趕快撞下去 趕快撞下去 我趕快撞下去了 撞下去了 撞下去了 撞下去了公司第一次 上邊公司 我們公司在八樓 八樓的時候 我們的 你就知道 以前公司大樓 都全小樓小樓 我們都做兩三樓 做公司 近面去我問說 你要撞嗎 他說 你撞也沒有錢 我說你怎麼會沒有錢 你交金後在用 對嗎 把你放卡 你沒有錢 不然你也說 先看不然撞兩百 後面我們才慢慢來撞 我口氣很想 沒錢 我說沒錢 你說的 我說你說嗎 他說對啊 我真的沒有錢 人家經常看你怎麼辦 我說好 我叫他搞什麼 卡電了 去我那個配合的農務醫生 我才叫他來 我說喔 我說你撞的議員 這醫生這樣算違法吧 他這樣是違法 我說沒人說怎麼算違法 對不對 醫生很多 不要跟我們說醫學中心不一樣 你像以前內江街 那裡有一個醫生的合法 對不對 是不是 你如果要拿小孩去 也不用簽名 錢五千塊拿來 他就幫你處理了 對不對 歐彌陀佛 對啊 所以我就叫龍馬醫生來 龍馬醫生來的時候 我就說 你要處理嗎 不 我說這樣好 我說我做兄弟 我做得很舒服 我做三個月的 我做三個月 我做三個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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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四個月的 我做四個月來幫你處理 還拒絕你煮肉 什麽 都不聽 這麼人心人素 做兄弟 要輸不 你像我這樣 小三個月的 對不對 人都不知道你兄弟 對不對 現在來 徑民 聖體來 叫好 小孩怎麼抓著 你知道嗎 煮肉燒不是 你如果要鑽去的手機 不是說煮這裡 煮藝術 我才知道 煮藝術 煮下去 神經在這邊 對... 有意思說的 現在煮下去這裡整個手都沒了 沒了 不要這樣 你要多少 四百 我自己去走 留一隻手 讓我可以打電話 你怎麼知道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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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 不用拿出手術刀 對 我說不要說服器副款 四百萬 雖然現金要拿多少 創意開票拿多少 要是說車抬著給你刀 所以做兄弟偷銷 不是說經常拿來 開山刀拿來要噴 要輸問 像我這種比較輸問你知道嗎 我們打上這個犯罪行為 求我嘛 寬敞明亮 座椅排列整齊 來杯薑枝拿鐵或泡沫紅茶 悠閒度過下午茶時光 不過往旁邊走 這裡不是洗衣店嗎 美國紐約布魯特林 出現另類自住洗衣店 結合文青咖啡廳 店裡免費提供有機洗衣粉 飲料 甜點也都採用遠激蔬果 不過洗衣店跨足餐飲院 早就不是第一樁 從冰島雷克雅伯特 到英國倫敦 或是義大利 洗衣店飄出咖啡廂 輕鬆愜意看本書 讓等待時間不再哭到拔胃 而這股風潮早就吹來揚州 洗衣店變成遊樂場 衣服快洗完了 還會寄解釋通知 自住洗衣店越來越方便 再講求樂國的時代 開發更多商機 有您的帽子 準備好了 開發 穿著挖鞋與泳褲 戴著潛水鏡卻走上跑道 並肩展開天井 端跑競賽 以挖鞋跨出超大步伐 模樣活不搞笑 這兩名義大利男子 在IGPO上無厘頭的 挖鞋賽跑引發話題 而事實上 這項另類愛好 還真的掀起潮流 除了一番民眾也躍躍欲失之外 甚至有來自紐西蘭的女子 震驚八百地穿上挖鞋 挑戰更高難度的白骨滑籃 穿著挖鞋照樣肩步如飛 居然創下星矢紀錄 你剛才做了 在挖鞋子 19.7年 而令人意想不到的 創意競賽也出現在都柏林機場的 俗送帶上 庆明愛爾蘭塔男生 玩起零食划船 搞笑畫面 連美國女大生也增強頭髮 天馬其中的怪典子無奇不有 只要發揮場上力 任何地方都能是海陸 運動場 畫面上的信徒 一個個來到藍色聖母 瑪莉亞雕像前 並淺成祈禱 因為這座聖母雕像 居然被人發現 會流淚 這座位在新墨西哥州 霍夫斯的聖母像 從今年5月開始流淚 不但被視為神機 還吸引大批信眾朝聖 將會官方人員 隨即將聖母眼淚 送往實驗室化驗 結果出爐 聖母的眼淚 僅然是 橄欖油 還有信徒信誓旦旦 說聖母之類 有名歸香 但官方人員表示 這座聖母像的材質是紅 內部空心 實在沒有會流出 橄欖油的原因 教會官方也強調 雖然不排除是騙局場 但他們實在不知道 聖母流淚是如何發生的 這項神經的象徵意義 像病根性的途間 繼續流傳 好 我們看人生的意外 經常在意想不到的時候 就發生了 對 沒錯 那麼常常盯手機 你可能帶手機在身邊 可能會帶成眼睛的病變之外 還有意外之災 印度的這個男子 他們大概跟吃飯 吃到一半 各位可以仔細看一下 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 他們在吃飯 就很 這個餐廳裡面 吃吃的突然間有煙冒出來 這個男的 除了人家很奇怪的動作 大家煙冒出來以後 他趕快跑 一邊跑一邊甩什麼東西 到他口袋裡面 手機爆炸 你知道嗎 就這樣爆炸了 燒起來了 然後本來大家都在吃飯 那突然間一陣煙 然後因為是從他身上爆炸了 所以他最害怕 旁邊的人 你看旁邊的人跑也很快 那個速度都很快 感覺不對就趕快疏散 然後他就很緊張 趕快想辦法把手機弄掉 那個手機 所以各位挑手機的時候 還是要小心 有的雜牌的不要亂挑 還有就是說 我們常常會去洗車子 洗車子也是要小心 為什麼 這不是一般的洗車機嗎 旁邊那位先生 他拉個水管在那邊弄 你有沒有注意 他沒注意 水管捲進去了 最後連卡一起捲進去了 怎麼會放手啊 你剛才在那裡在那裡洗 我告訴你算他好運 好危險喔 算他好運 是 因為他一直轉轉轉轉轉了以後 最後轉成這個樣子的以後 像空中飛的人一樣 轉轉轉轉以後 後來好理加在速度變慢 他如果繼續轉轉轉 很快的話 可能撞到的話 可能連命都沒有了 那麼除此之外 還有就是在越南這個慘痛的 就已經告訴我們 我們要把他抹抹抹 我們一直都說 撞到有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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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電話好心喔 幫這個女駕駛說 馬哭…往後退… 你沒有台幣是方向門 一撞到有聲撞到裡面 你知道那種痛啊 旁邊經過的人都看到 他被撞到裡面 要趕快救他 趕快往前開 停在那裡幹嘛 你還停在那個地方 可能女駕駛自己也 嚇壞一下壞了 所以後來把他偷出來 這個男的很可憐 他好痛… 最後他的肋骨跟他的大腿 骨折送醫 還好他有一條命 真的是喝心喉嚨金 再來看看上班的時候最怕什麼 大家認真往前面遇到豬隊友 應該是遇到黑熊吧 黑熊吧 黑熊會咬人 他是神對手 結果沒想到 真被慧敏說的時候他是豬隊友 黑熊怎麼從神對手變豬隊友 先看一個工人走一走 突然看到旁邊有一次黑熊 竟然埋伏在那邊 而且一看到工人來的時候 就立刻匍匐前進 最後還站起來 可是會很不對吧 你不覺得就是黑熊 好像有點怪怪的啦 就是那個人都跑那麼遠了 這黑熊怎麼還是在原地也沒屬上 而且最後還站起來像個人一樣 還做人的動作 我跟你講受他 原來真的是豬隊友 同事辦的啦 惡作劇 工作遇到這種同事實在是覺得 實在很奇怪 但是下面這個更奇怪 就好好上班 為什麼有人整同事 是用膠帶封膜呢 難道他要給他怎樣 火猴嗎 火猴嗎 被我識破了啦 結果很帥氣的一丟 荒蘭捕財 黃雀在後 原來同事也知道 這一位胖胖的同事 他一定會發現 沒關係我們就在第二個地方 再賭一條交代 烏蘭捕財的同事有時候真的是 突發奇想 讓你想都想不到 那我們就來 併景一下世界杯足球賽 好 來看看 我們踢罐子當足球好不好 好 四個工人的同事 還有踢第一個 還有 踢第二個好強 踢第三個 第四個 來巴滴 換你啦 好 吐你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看我有時候工地線採用 那個吐出來的 應該是預留的水管啦 不定的 他就把七層像罐子一樣 所以他就跟蜥羅一樣 狼狼 對啊 跟蜥羅一樣 狼狽的回家了 好久沒遇到這種奇怪的同事了 好 我們再來看看俗話說 好狗不擋路 擋路會有什麼下場呢 對 沒錯 如果有人故意 在你面前 S型的擋路 他不斷的等於說往前進 然後他就不斷S蛇行 然後我就不讓 而且我就故意蛇行 我很鬆 很開心 然後你看 還要這樣扭一扭 扭一扭 我好了不起 了不起 了不起的結果就是 樂吉聖杯 砰 就撞上去了 這個我不能說他活該啦 不過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好好的騎車會怎樣 你就故意一定要在那邊挑釁 挑釁了半天自己去撞樹 那麼除此之外呢 有的時候呢 那麼你要操車的時候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為什麼 你就立向過來 砰 就給人家撞上去 你知道嗎 你知道你自己本身你要轉過來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要看一下對不對 阿伯很痛耶 對啊 阿伯為什麼會很痛 你出去看 他撞上去了以後 阿伯其實做了一個可憐的動作 無法說出可痛 為什麼呢 你說因為他撞到的地點 就是男人最害怕最脆弱的地點 最脆弱 你就可以在那裡 哎呦哎呦 然後就腐身就出動 所以下次千萬要操車要非常的小心 除此之外 你要過馬路一定要小心 為什麼呢 你要過馬路 你看清楚 你就騎著腳踏車過後 這輛公車會有閃離座整輛車 砰 撞上去以後就要翻車 真的很危險 你知道嗎 因為公車 你問問公車為什麼要騎上去 因為他摩托車 他那個腳踏車在這個地方 如果他不減速的話 他不趕快往偏下去的話 就是整輛車子全部撞上 這個急腳踏車的阿伯 所以有的時候要過馬路 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看這位帥弟 我一說 結果他在鐵缸上面 整個人脊椎就變成 真的假的 因為他重心力 差點被對折 結果他朋友趕快來看 所以人家講 趕快送台灣神力 你挑戰極限的確很厲害 但球到爆炸也是沒極限 我們來看看 另外一個也是滑板 這個是位大叔 你看看 兩腳一起滑 想要來個分板 牽口點個狗吃屎 怎麼辦呢 沒關係嘛 趕快洗洗碎嘛 對不對 退場一下就好了 沒有 他邊叫很痛邊同時 他發現人在拍他 結果你知道他怎麼樣 他就這樣 變小燈上去 太狗了 已經 好 轉頭 你...你才什麼... 拍什麼... 拍什麼小啊 然後你看我摔人架了 怎麼會 你看我摔人架了 怎麼會 所以後面的 反而宣兵奪主 比前面的畫面還近差 這個真的是 我們就講嘛 挑戰無極限 這個球爆炸無... 這個球爆炸無極限的 但接下來這個 就真的是極限了 這個就要嚴肅看待 因為這位鐵馬騎 是太厲害了 我們看到 這畫面我光看就瀕瀕抓了 Arizona州 我們知道那邊有很多這種 類似這種 紅色岩石的敲步地球 他本來在那邊騎 我已經覺得很神了 接下來他突然下坡 所有連拍攝的人都尖叫 大家看一下 這根本就對抗地心引力 對 他怎麼可能在那邊也可以騎 怎麼可能 而且大家 後過遠鏡頭可以看一下 他只要稍微單車那個連胎 它就直接就是往下面 去七天後回家 真的啊